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湯水是蘋果排骨湯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今天這個湯很好喝 小幫手真的很喜歡喝這個湯 連渣也吃了 但真的不能偷懶 一定要把排骨頭用鹽醃去 以我醃排骨頭的經驗 趕時間5-6小時醃去 就用3斤的鹽去醃去 不然2斤就醃一晚 這樣就夠了 很多朋友會擔心醃完後 飛水會沒有味道 記得是不會的 因為它的鹽已經進入排骨頭 就算飛水洗掉 還是有鹹味在裡面 鹹豬骨除了好吃外 還有乾火的功效 但奉勸大家一句 如果吃過鹹豬骨 不能回頭 以後都會愛上去 因為10個人吃 10個人都說很好吃 這個湯水主要是滋潤和潤肺作用 因為現在香港肺炎的疫情比較嚴峻 我自己做法 每天會喝維他命C 以及曬太陽 戴著口罩 如果人多的地方 在公園沒有人的時候 可以脫下口罩 呼吸下新鮮空氣 曬太陽 吸收一下維他命D 增強你的抵抗力 還有最重要 有足夠的睡眠 休息的時間 煮適當的湯水或茶來喝 保健潤肺 就十分之好 畫面見到 是紅蘿蔔 胡蘿蔔 它的粗纖維 可以出盡腸胃餘動 可以幫助消化 人體吸收了胡蘿蔔素之後 會轉化成為維生素A 可以保持你的皮膚光滑 研究指出 紅蘿蔔也有降低血壓 血糖的功效 胡蘿蔔素有養乾明目的作用 例如你的眼睛經常都很乾 或者你有夜晚症 都可以吃多些紅蘿蔔去舒緩 紅蘿蔔吃得多皮膚會黃 但停一排便會沒事 胡蘿蔔還有增強免疫力 防癌 通便降脂 出盡應有兒骨落的發育 還有可以抗衰老 畫面見到我飛完水 這個鹹豬骨 洗乾淨它 因為它有雜質或珠毛黏著 所以洗乾淨一點才放進湯鍋 就乾淨一點了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乾品 洗浸去 將毛花果切半就OK 記得藍不恨 藍不恨永遠是多於不恨 因為不恨有少少毒性 就不適宜放太多 可能你會問 為何有毒性還要放進湯裡 不恨是比較小的 藍恨是比較大 因為不恨 止咳平喘的功效都很好 還可以降肺氣 止咳喘 所以不恨也要放一點 而藍恨是大粒 有滋潤保肺 潤肺止咳的功效 通常藥材店我都是分開買的 例如買5元藍恨 5元不恨 因為我自己可以調教的份量 我通常都不會買混在一起的藍不恨 畫面見到我把毛花果切開一半 令它更快出味 還有我材料都會切掉 小顆一點 喝的時候容易入口 看開我煲湯的朋友就知道了 今天這個湯總數是煲1小時10分鐘 但已經很夠味 很好吃 我們把所有材料 除了蘋果 蘋果最後15分鐘才放進去 現在我們把其他材料全部 室溫水開始煲 煲滾 我們今天的沙心都有清熱 養陰 潤肺止咳的功效 例如有氣管炎 百日咳 肺醋 咳嗽 淡黃色 加沙心 煲湯也很好 毛花果 潤肺止咳 清熱潤腸 咳喘 喉嚨 喉嚨痛 便秘痴 毛花果都有幫助 蘋果 我會選擇蛇果 這些皮比較深色 大的是蛇果 通常用來煲湯用 一日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相信大人小朋友都聽過 通常有什麼傷風感冒咳 通常都說不要吃橙 不要吃生懶 但蘋果就OK 通常西醫中醫都這樣說 有時吃得新鮮蘋果多 都想轉口味 這次我們用來煲湯都很好吃 還有切小顆 待會你喝湯的時候 吃完便容易 還有小朋友都會吃完 蘋果裡面含有豐富的衛生素C 特別是對心血管 心臟病的患者十分好 也有個統計 平時有吃蘋果的人 比沒有吃蘋果的人 患感冒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還有現在空氣污染比較嚴重 多點吃蘋果 還可以改善我們的呼吸系統 和肺功能 現在一聽到有什麼肺功能 或者對肺好的東西 大家都會搶著吃 除了口罩要搶 順風要搶之外 就看看有什麼 蘋果都可以搶一下來吃 蘋果有新樽紙殼 潤輝除飯 健脾抑胃 養心益氣 止射 解暑和潤腸的功效 蘋果除了榨汁 生食 和煲湯之外 或者用來做果乾 也可以用來聞 舒緩你的情緒 蘋果的香味 可以幫助不同程度的緊張 抑鬱的朋友問一下 便可以改善你的情緒 吃蘋果可以減肥 也可以幫助消化 而且蘋果裡面含有很多種維生素 抗物質 糖類脂肪等等 可以構成我們人體大腦 所必須的營養成分 還有蘋果裡面的纖維 特別對兒童的生長發育很有益 可以出盡生長發育 可以增進兒童的記憶力 蘋果裡面的果酸 可以令到牙齒蛀芽 所以吃完蘋果之後 最好就抗一抗口 我自己和我都教我的小朋友 吃完有味的東西 有味道的食物或飲品 我都會教他用水去抗一抗口 這樣就會好些了 不用浸著糖或酸的 令到你的牙齒變壞 剛才蘋果用鹽水浸完 要清洗回去才行 要不然你煲湯就會咸到苦 我們轉大火 下蘋果之後 煲滾去 你看到油 因為我下了排骨頭有少少油 我先撇起油 煲到煮沸後 蓋蓋轉小火 煲多15分鐘就可以喝了 如果不是趕時間的話 湯焗一會就更加好喝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 分享湯水蘋果排骨湯 現在因為肺炎的病情比較嚴峻 在這裏都呼籲大家 如果有不舒服的 記得留在家裡 如果去人多的地方 記得戴口罩和消毒手 例如你開門摸手柄或按電梯的時候 我都會消毒手 可能我比較緊張 但是 小心洗得萬年船 我自己就無所謂 但我有小朋友 我總要照顧他們 所以一定要保足好身體 大家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和所有前線的醫護人員 醫生 護士 所有的醫護人員 加油 打氣 靠你們了 現在香港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出日平安 下次見 拜拜